2018年8月4日 深圳保安体育华 2018列书豪慈善明星赛正式开打 本次赛事由林书豪 中国篮球民宿里军联媒发起的 看一下养队的明星阵容 林书豪身穿黄色球衣 带领着蔡重信 肖敬腾 陈建州 黄旭 艾福杰尼 老大 杰士丽慕豪 朱俊磊等人 比群泽身着蓝色球衣 带领着周杰伦 欧阳静 高义祥 张宁江 王王明 丁薇迪 杨毅 李雪松 白灰等人上场对阵 但是 本场比赛最闪耀的明星不是林书豪 也不是周杰伦 而是身比三号战袍 化身艾福森的羽神 肖敬腾 对 你没有看错 就是那个到哪都下雨的肖敬腾 全场比赛他能突破能逃 申告全场最矮的老肖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 其速度与林乔宇一身 突破过人如入无人之境 最后获得本场比赛的MVP 单独看下41分 本场最高 就连NBA球新手发后卫林书豪也甘拜下风 说实话 肖敬腾的篮球水平 在娱乐圈里 可以钻的是圈中的迈克尔乔丹了 要知道在学生时代 他有一个外号就叫做肖丹 他的篮球基本功的确扎实 也没有什么特别花销的运球动作 这一点和周董还真不大一样 而且速度极快 尤其擅长快攻得分 比如昨天的最精彩的一球就是来自快攻 面对着比他身材高大的防守队员 与人一个写淑的转身 加左手上篮了分 实在是精彩啊 要说最糟的是得本后 竟然学起了穆大叔的摇手指动作 强烈建议下一届NBA名人赛邀请肖敬腾来 不知道比SKR强多少位啊 别喷我 即使下雨也不用担心 好在篮球馆都是室内的 肖敬腾对篮球真的可是真爱 在他排位的那座超过两亿的好摘中 就有专门的地下球场 据说那里有全球各种珍藏版限量版球鞋 娱乐圈中喜欢打篮球的明星 也是经常光顾于此 周杰伦也是这里的常客 经常和雨神在这里接触球技 另外还有陈一轩等人 在这里打完球也不有感叹球场真是棒啊 怪不得肖敬腾的篮球打得这么好 可见没少在家练 凭胸而论 一般路人还真是打不过他啊 不信你可以试试